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嘉芬 欢迎回来五期新闻王 到底要有多可恶呢 才会在犯下了虐童致死案件之后 还群聚在地检署要公开创证 这件事情还被法官发现了 而且更可恶的是 检调还发现了 当初那个看起来很无辜的射钩 他根本是跟保姆一起联手欺骗医生 还有儿福联盟的执行长白立芳 被寝死的那一幕荒腔走板 最后躲在后面的大魔王林志佳 你也不要躲了 出来面对上百位的儿福员工联署说 该走的是你啊 林志佳 你要讲说人在做梯在看 对不对 这策心改变你知道吗 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 已经发生多久了 26号检察官开庭证讯 对不对 到现在已经三月底了 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 上演的是什么东西 还是一堆人在练券 他的那个权位嘛 对不对 包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官员 没有一个人出来请辞道歉 认错的 对 包括儿福联盟 现在上演的是什么 内斗 你不觉得吗 我昨天就在其他节目里面 痛骂你知道吗 死了一个凯开之后 到底我们社会达到什么样的省思 对不对 有哪些人应该出来道歉的 有没有出来道歉 没有 那我刚才讲说人在做梯在看 为什么 你看现在很多很多的市政 开始出来了嘛 对不对 对 2月26号那天检察官有没有 开庭证讯的这个流姓保姆的姐妹 两个人 竟然你知道吗 被她发现了一个重大 我们之前有很多的争议点 有没有 包括说这个女社工 为什么要被上铐啦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流姓保姆的姐妹 两个人有没有 要被人家鸡押嘛 现在答案都忽之欲出啦 竟然冥冥之中竟然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再让这个凯开能够增向大白 你知道吗 为什么 那天流姓保姆的姐妹跟家里面的人 包括流姓保姆的女儿跟儿子 还跟律师 竟然在庭外 要开庭之前 竟然一堆人在那边讨论案情 交头接耳 对 不是交头接耳 是大声喧哗在那边讨论 大声的 对 不怕人家知道 所以你不觉得很扯吗 你知道吗 负责这件案子的北检的检察官 邱顺嫂对不对 他那天也是很奇怪 他本来在四楼的办公室里面 跟书记官在整理 看这些笔录的时候 等一下开庭要用对不对 他就突然间有个力量说 快点 快下去开庭 快下去开庭这样 他就穿起法袍之后 就往楼下走 走到楼下的时候 他竟然走到那个楼梯口 要转进侦察庭的时候 竟然听到很多人在那边讲话 谈话的声音 竟然印入他耳朵里面的 有几个关键词 对 什么水桶 什么凝略 这个没问题 更夸张的是什么 还有一个外籍庸人的名字 对 他刚才在看笔录 在看见证 这些东西的话 在他脑中还是很清晰的 所以印入这些关键词之后 那个检察官就觉得不对 他们在讲什么东西 他就停下脚步 仔细听听 发现果然是什么 流星保姆这一家子人 跟律师在这边篡证 公然篡证 对 还跟你说 说这个没关系 说那有事没有 说那会怎么办 检察官火大了 你们这是在公然篡证 全部叫罚警 把这一杆子人 家人全部给我带进侦察庭 我要好好的审认一下 所以你看 这些试证全部都在检察官 耳朵里面 你觉得检察官不会针对这些试证 问你们吗 对 你问下去之后 果然都没有办法狡辩 你知道吗 是 好 那这个陈性女社工也是一样 你知道吗 这个检察官在征讯的过程中 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说陈性女社工 他竟然没有确实的 做到反视记录 而且你知道吗 检察官跟法医 在相念这个凯开的时候 他竟然还在那个 流星保姆旁边 还跟他没事没事啦 没事 两个人还在西郊罗马 死了一个小孩子 两个大人竟然在旁边 一点感觉都没有 人家说你冷血至极 对不对 那你不觉得说 这个当时啊 当时为什么检察官会下令说 文章二分局 一定要把他上证带回来征讯 因为他已经试证很明确了嘛 为什么 你那个牙齿有没有 脱落 对 他竟然跟人家讲说那是磨牙 因为之前有一些磨牙的那个 那个纺细记录在里面嘛 所以磨牙磨掉了 那检察官就说你把他争吓了 对不对 因为邱顺嫂 他自己有个双胞胎小孩嘛 对 有自己有小孩子 对啊 那小孩子他怎么知道说 那个牙齿会磨掉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更扯的是 你今天竟然那个小孩子 被虐死亡之后对不对 送到万方医院的时候 他竟然还跟那个保姆串供 讲好说跟医生讲说 这个小孩子平常都是外婆在照顾啦 那一天送到保姆家的时候 保姆突然间发现说 他义奶已经没 已经窒息死亡了 所以他们才送到医院来 那这个案子除了说 集体串症之外 现在检方也开始从那个 他们删掉的那手机通讯资料 全部完全复原之后 发现了凯开最后的一段时间 他是遭受多大的痛苦你知道吗 为什么 那个相应解剖资料看出来说 他是恒文基隆解症死亡 那恒文基隆解症死亡的话 原因是什么 以前除了大家记不记得 红冲秋 那是在过热的情况之下 操劳的时候 那个会导致红肌溶解 接下来就是长期营养不良 对不对 我吃不好对不对 后来说这个小三楼肉 三八八这样对不对 那就表示你这个保姆 没有好好在照顾这个小孩子 死活活饿死他 对 就从手机里面看到说 你看 平常都把饭煮好之后 放在那边不给小孩吃 东西弄好之后不给小孩吃 放在隔天再给他吃 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对不对 而且平常他怎么凝虐你知道吗 竟然他最后 竟然扣证的一个市政 扣完的一个市政 就是一个绿色水桶 小水桶 他竟然平常就凝虐小孩子 叫他站在水桶里面 你不能活动空间 只限制范围 对 而且不让他吃饭嘛 对不对 他是不是站不稳嘛 你反他站体力不好 就蹲下去嘛对不对 后来医护人员讲说 他平常被凝虐被打背怎么样 不管很多 反正是凝虐手法对不对 他会哭 可是到最后送到医院里面的时候 事情连哭都哭不出来 力气了 对没有力气哭嘛 所以眼睛只能情着眼泪 就看着他这样过世 你不觉得这个案子真的是 一般人你光听到我讲这些的话 你会不会感到很痛心 愤态 当人痛心嘛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除了这个保姆之外 儿福联盟 我从第一时间就觉得儿福联盟 干脆关掉算了啦 为什么 凯开过世之后 你知道吗 包括这个商账业者 他提供了很多的包括什么棺木 或很多什么商账用品 或者之前在那个师傅送金的费用 全部都是善心的殡葬业者提供 殡葬业者出的啊 对 我以为是儿福联盟 没有 人家开始质疑说 那你儿福联盟第一时间在干什么 对 自身自外 你知道儿福联盟的回答是什么 我有送私贷 这个回应没有人能接受啦 我就跟你说儿福联盟 你给我小心一点 我来一个火大 我就发起一个运动 送私贷到儿福联盟 把你们这些大人全部装起来 开什么玩笑嘛对不对 支付私贷费用 这个很可恶 你真的是说你这个私贷值多少钱 对 你觉得你这样做到你三进一个社福团体 应该要做的事情嘛 小生命不见了 对 所以儿福联盟真的是荒腔走板到极点 好 那我们现在外界一直在指责 那个儿福联盟 对 那儿福联盟做了哪些事情你知道吗 现在被抖出来说你看 他转借那个二保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18年新竹有个佩佩有没有 10个月大的小女孩 就是因为他女妈妈经济有问题之后 把他转借到儿福联盟 由儿福联盟转借到保姆下 去了两个月之后就处死 一模一样的流程 对 就处死 而且那个时候 香烟的时候还看到头部有不明的挫伤 那是因为后来他什么 这件案子因为没有炒作起来 而且他不是像凯凯这么明显全身都有外伤 对不对 所以后来 算了 因为家属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而且儿福联盟就给他一笔补偿金之后 这件案子就这样过去 不了了之了 对 可是在保姆家 不明云猝死 你不觉得这个应该要好好追究一下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讲说儿福联盟处理 面对这件凯凯案的案子 它是怎么处理的 现在好不容易在外界的踏伐声中 这个执行长白立方请辞 他是被请辞 对 管他请辞不请辞 今天他又出来告诉人家讲 发布了一个内部的信讲说 他是因为什么 对媒体的危机处理不好 才被逼迫请辞 我觉得白立方 你也不认识 你今天的话你难道一个执行长 我也在以前在社服单位当过执行长 面对这么大的问题 社会上的一个指责 你的那个什么 服务的单位里面你是执行长 难道不用负任吗 对不对 你今天下台 都已经没有办法弥补这些过错了 对不对 主动下台 那你今天还告诉人家讲的 你是因为被请辞 那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对不对 那当然白立方 说实在话 你今天说媒体危机处理不好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处理 对不对 你平常要不要拿一些钱 你们财产四点多亿 对 你要拿一些钱去讲媒体吗 对不对 你们花了多少钱 平常在做媒体公关上面 在包装宣传的工作上面 对 你今天跟我说媒体危机处理不好 是因为媒体有良心 感觉这件事没办法让你用钱来收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要爆出来 没有就爆出来 你看 现在还有200多名员工发动内部联署 我觉得你们现在在干什么 未留白立方 我不管这个到底是不是里面 有没有人拍戏或什么样 我不管 那你们家的事情 对 我跟你讲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林志佳 董事长林志佳 大家都在单林志佳 你要拿来吗 对 你不是说走了一个执行长 白立方之后 你董事长就可以在那边 你也要不要 我也在认识林志佳 其实很多年了 对不对 他以前在台北线选立委的时候 二三十年前 他选立委第一次出来 就孩子王 干什么 他是照顾儿童出来的 打这个名号 才让他后来的仕途一路顺遂 那你今天说真的 你今天这个事情难道发生之后 你董事长还坐得住吗 对不对 那你的董事会里面的董事 我知道董事很多都是董事长找来的 那你现在很多董事是不是应该 也应该要让董事长也要群职下台 对 我说实话 如果再这样眷恋权位下去 你们要好好地给社会一个交代的话 就像这个医美集团总裁常如山讲 他曾经捐过一千两百万给俄复联盟 他现在来会担 他现在说你这些没来 阿伯你要想要拿我的捐款 那我也是呼吁大家 真的 你今天如果你知道吗 这个儿福联盟内部的很多东西 如果还在内斗 你没有办法给社会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 没错 大家真的不要再捐款 也希望他能够把这些捐款 能够吐出来捐给政府 是 好 从这个儿福联盟的处理方式当中 从一开始 这个白立方他是背景词 他大家都想说是不是有这个眷恋自己的位置 这样的一个疑虑 现在目前包括了不管是白立方也好 林志佳董事长也好 现在大家的矛头 不是外界说林志佳要下台 是儿福联盟自己内部有两百多名的员工 联署说希望下台的是林志佳董事长 所以不妨够别的后边 这个背后的大魔王是不是应该要出来 面对观众 面对社会大众把事情讲清楚 现在当然了 也有这个民众发起了这样一个自发性的说 如果说事情没有处理完全的话 董事长没有下台的话 呼吁大家不要再捐款给儿福联盟了 这个是目前为止 大家还没有看出一个真相 还没有看到儿福联盟真诚的道歉 史上第二次的三妈会聊通宵 在今年又登场了 距离上一次已经是18年前了 当然这次妈祖伯所到之处 还是很多信众跪在旁边 希望妈祖怎么样 一个莫府神教就来到他旁边 帮他来做祈福 但是真的一切都只能听 白沙屯妈祖的意思 对 好 这个白沙屯妈祖开始之后 非常多的信徒一路跟着走 但我们通过画面也可以知道说 他一路以来 他是没有路线的 对 然后大概就是 粉红超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没有人可以挡得住的 可是这一次来讲的话 有一个18年以来的一个盛世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白沙屯妈祖跟三鞭妈 他是一起出动的 一起搭乘这粉红超跑之后 过去原本来过正南宫 有在18年前曾经住驾过一次 然后昨天其实蛮早的就决定住驾 所以就是有一个盛世三妈会 有白沙屯妈祖三鞭妈跟大甲妈 三个妈祖 然后其实大家就觉得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很难得的 然后妈祖也是很严重的 因为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我们早一点 然后这个正南宫 那边有香客大楼 大家先去休息 那休息好之后 其实一早大家很想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来看看这个粉红超跑 它的路线怎么走 大家最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会不会有机会 一个转弯 一个努力 你看那个幼儿园 幼儿园进来之后 妈祖我爱 你看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可是要去哪里 你根本猜不到 你也无法去干扰妈祖 妈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那这一次来讲的话 其实你看沿路 从他起架 从他这个寻境 你都觉得说 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然后很多大的企业家 跪在路边 希望妈祖可以过来 可是他今天去了哪里 去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神奇 走了十分钟 突然一个move就转了 然后转了之后 其实随行的朋友 然后还有很多人想说 那这里 这里是有什么气焰吗 还是这里是有什么地方吗 其实没有 他到了一个小巷里面的 一个民宅停下来 那这个屋主的小朋友 他是长期服务妈祖的志工 所以妈祖都知道 不是说你弄了一个红毯 或者是你今天来讲 你弄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东西 只要你有心 只要你好好的服侍妈祖 妈祖都知道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去服侍妈祖 然后我们去做志工 一直以来的话 我们默默的付出 原来妈祖都知道 另外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今天有一个 这个直播的一个画面 有一个女孩子捧着这个鲜花 然后站在路边 他就说拜托拜托 可不可以去我们的一个住家 在忠孝路的住家 然后其实妈祖的软叫 粉红桌宝已经走掉了 突然之间感觉上 是不是你要过来 有什么话要讲的样子 然后这个软叫又过去 这感觉你看这个画面 就像什么 我有话想跟妈祖讲 可是我不能太靠近 然后妈祖知道了 就把软叫过来 然后就慢慢的靠近 所以第一时间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软叫过来之后 这个人好像还有点吓到 大家以为说 真的是不是要跟他去 其实没有 听了两分钟 然后妈祖也知道说 好 你想要什么东西 你想要怎么样的一个祈求 我知道了 但是你会不会去 其实妈祖会去 在过去来讲 有一个很神秘的一个故事 妈祖会有一个信徒就会想说 我每年都来跟你走 那妈祖会我有一个私心的愿望 我跟你走这一段 那你可不可以去我家 顺顺顺顺 什么意思 顺顺顺顺就是其实 我们很多人都很希望说 家里要平安 可是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 我们哪里做得不够什么的 那你妈祖会如果来顺顺顺的 你可不可以来我家一下 可是走着走着 有两条路线 AB路线 A路线就直接走大路 就走到市中心 她在彰化 她在这个地方 她是比较B路线 要有一个绕境 结果一去 妈祖会没有 白色拉团 妈祖就走了A路线 直接到市中心 她就难过了 就回家了 回家她就觉得 都没给我听 可是过没多久 她在家里睡觉的时候 妈妈就说 你知道吗 刚刚有一个老先生来了 然后来了 她以为要借厕所 结果她说不是 她就说 你们家我给你顺顺看 你三个小孩 属牛的 属羊的 属猪的 什么什么的要注意 她吓到说 妈祖有派人来 然后不能睡了 妈祖在那边一躲 她说赶快 原本她已经怎么样 脱队 失望的离开了 还murr一下 结果赶快走回去 她说原来 妈祖有派阿公到她家 所以整个神经下来 你知道 妈祖或母都知道 你只要诚心祈愿 只要有付出 白色拉团妈祖 就会去你家 顺顺看 好 大家都知道 白色拉团妈祖 走的路线就是不固定 但是今年 又到了同一间餐厅去 因为据说2023年 白色拉团妈祖 也到了同一间餐厅 台青姐 这里头是有 白色拉团妈祖的老朋友吗 我们要先说一下 这一个餐厅 它其实是在我们 就是那个范围 是非常有名的 除了这之外 我还要特别讲的是 这一次妈祖是第十次 第十次 我们如果能够请妈祖去一次 已经不得了了 很幸运了 没错 可是她却能够去了十次 而且在我要讲的是 特别特别 这一件是非常大的一件 大事件 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 白色拉团妈祖也到了这个餐厅 然后那一年刚好 就是阴雨绵绵 都是天雨露滑 然后我们的神教 已经到了门口了 然后其实 你看我们看到了那个 滑倒了 滑倒了 我们拿那个板凳的那一位先生 滑倒了 而且是非常严重 断得非常的可怕 也就是说 那个椅子是完全不能用 我们白色拉团妈祖 有自己属于自己的长板凳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 是不能用别人的 所以我们已经有第二副 可是你现在已经等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来了 然后你现在又没有办法用 那这个时候福音的老板 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我有那个大甲妈的医疗 那你们可不可以用这样子 那因为事实上 就是我们都在赶时间 那也不能停留太久 所以我们就答应了 让他们拿出大甲妈专用的医疗 所以那个真的是 我觉得今年再去 就是每一次妈祖再去 我觉得 其实妈祖有一种 谢谢你 谢谢你 当时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你来帮忙我们 然后最重要的是 就是说以我自己的了解 那个老板 餐厅的老板 其实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 那如果说有什么需求 有什么需要的话 其实老板都很愿意帮忙 然后也会 有时候会准备一些东西给大家吃 所以他也不只是服务白色拉团妈祖 他也服务大甲妈祖 所以说他应该是说我们 妈祖虔诚的信徒 所以 妈祖都一样的 我们人也都不要去分 有分别心 所以他是一个做了最佳示范 就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心 只要 不管人也好 神也好 只要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一定出手相助 从这个故事当中看起来 就觉得说真的 你有去付出 好愿意去帮忙人家的话 白色拉团妈祖就有看见了 他就会去这边来帮你赐福 给你平安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台青姐他也跟我们分享过 一个很奇妙 也很奇特的故事 本来是一个夜晚 这个神教要进去 结果似乎到了白天 灯一亮的时候 神教出不来了 这又是什么一回事 就是在我们老一辈的人里面 他们都会告诉就是最早期的过宅门 在渔寮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妈祖常常就是会走到那个小村庄 然后我们妈祖走到那个小村庄的时候 也不是只有就停住驾 他就会在那边 自己顺顺顺看 在整个村庄里面 稍微稍作巡视 所以那里的人 对我们白沙屯妈祖其实是非常景仰的 而且对我们白沙屯妈祖是非常期待 就是能够等着妈祖来赐福 那有一年呢 就是妈祖已经很晚了 然后在灯光昏暗的地方 他停到了一个农具店 就是他就冲进去了 然后冲进去了以后呢 进到里面 大家就回家睡觉了嘛 那隔天早上要来接妈祖 就离开这个农具店这样 没有想到大家一站门口外面看 哇 不得了了 怎么了 那个轿子竟然比门还大 不是啊 那昨天晚上怎么进去的 不知道 然后大家都说 大家就议论纷纷 说完蛋了 完蛋了 那这下白沙屯妈祖到底要怎么出来呢 对 然后呢 没有想到 真的是大家眼睛都睁得亮亮的 然后都不敢眨眼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没有想到 妈祖就突然三进三退 砰 出来了 就出来了 然后大家都莫名其妙 刚才是变魔术吗 这什么事情 对 刚才是变魔术吗 很多人都说 刚才妈祖是变魔术吗 为什么突然之间 好像神教缩小了 没有听到任何撞击声 也没有任何 就是偷偷的去看妈祖的神教 没有任何的损伤 那到底神教是怎么出来的 那会不会有一个说法是说 会是时机的问题吗 时间还没到 还是妈祖觉得说 因为路线我要决定 时间可能妈祖也有自己的想法 会不会 当然就是在这个部分上面 只有妈祖知道 所以到底是怎么出来 但是我们始终就是 已经不是这样子一次的经验 还有很多次 包括我们前两年也是在台中 一个张姓的人家里面 他也是一样有 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回旋之后 一看就是那个轿子 就是比门大 是进不去的感觉 对 但是还是一样出来了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 今天妈祖这个过宅门 我们所谓的过宅门这个事件 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所以到底怎么出来的 应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案 所以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 拿尺去量就是只能用目视 目测 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 就是在目测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进去 轿子确实是比门大 我们是这样子来讲 这个过宅门的部分 577万王 真相不漏网 你认识地编译地